天天开心问老师 我们常常说的这个 龙龄菌就是天然的这个部分 我们如果说 算是净蒜头进行 在使用的部分 是不是要把 泡水后 扩培再来使用 简单来说就是 龙龄菌是不是要扩培再来使用 再来就是 咸对呢 我们有米的这个厚皮 有褪色白化 这是白黑还是肥胸 还是肥胸 老师来 这个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说一般我们是正常 这个龙龄菌 龙龄菌我们在用的 通常是没有更特别 更去扩培 这古早时代因为菌数 较不高 利用较不高 所以这开始是因为 经贴一个保障 还是说 包子化的能力 说得不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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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贼责的能力 比较不厉害 所以通常 他出来的东西 他会给你 菌数比较不稳定 菌数比较不稳定 通常 他用的效果比较不太好 所以德首都会给你建议 要扩培 像我们的有木莓菌 或是扩培 因为它的菌数真的不高 这些东西 这些菌数真的不高 这些东西 帮助会给你建议 这种菌数 如果是这样 它效果就会更好 正常是我们 在用的这种 荣林菌 电台推荐你用的荣林菌 你在含酸 因为酸不是很大 土不是很大 一般我们通常在用的 直接把它含开 这个 辣辣的 还是对 如果在含水的时候 对水照 这样来用就好了 你说 我要把它扩培一下 再来用 应该可以 应该 绝对有较好 没较较 就是说不用太厉害 譬如说 它在水流来说 差不多不算很大 那么酸应该是有差 因为我们扩培的时候 够减的用一些 这个荣林菌 可以吃 比如说有的人扩培 他不是只有用 这个 黑糖 甚至呢 他还有一点 倒冷 这种呢 他有这个炭油 蛋 荣林菌下去 辣辣的 这种呢 这个扩培 就是说 艺术 给他一个 初期 给他生动的一个气局 这种 这种环境 就是太温暖了 所以这 想过好 食物 泥汤 一定的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给他浸肩里面 这个通常 你如果是有扩培 要趕快用掉 没有那个荣林菌 它是会失效的 它会失效 它在太好的 这个环境里面 你没有 让他一个 适症 它会失去 这个荣林的效果 它就要等到 又一段时间过 这个 太慢了 所以一般通常 你如果是扩培 就说 隔天 真正 工 辣辣的 这个 并说 我马仔要喝 我走这个 环境 我辣辣的 辣辣 要睡 就睡 马仔拿来 辣 辣好 你又烙烙 这样也会晒 你如果没险 就没险麻烦 这绝对有更好 你就说 不用那天 没那么多天 一包套 一包套 我就要把它放下去 那这个效果呢 也是可以的 这不免得 这种的 这种情形 对了 那么 第二个是 这个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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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个 这个 效品 一些 体色 有环境 这种 一般 看起来环境 环境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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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那么 有的说 是不是去担到 就担有了 如果你想说 呃 这个 在 呃 环境 有一个方向 这样一招 这样去 并说吃较严重 较比较比较 像是一个 风吹过 这种情形 这有可能是在担担有了 还是什么 啊 去把它塞到 但是呢 啊 一般我们的判断 因为有时候这种 啊 这个 这种上海 就有一点 没什么 看 这个 担有了 也会出现到这种的这种情形 所以你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观察看看 看你方向在看 是不是有一个那种叫风吹过 那种感觉 有当时 整股好好好 但是呢 啊 就是这种 这种 这种 并说 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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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较丸 那种 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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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这个招草药去想到 你说在环买这个招药去想到的 这个机会得手你要看一看 很小帐的较会 因为这个这么大帐已经大了百贵了 这一般来说招药要想到的这个机会 这一般来说是不太像 你说环买落到背双 那么这个机会不太容易 这东西环买其实非常的强壮 他的这个 他的坚强的程度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他最多的这个用 所以就可能 那么在这边都把他摆倒掉 这可能有一种病害 因为你这个第一人有想到 他在红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就是一刀 一刀红出去了 这和什么有关 这和陆菌病 陆菌病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种陆菌病 通常就是在这个 温度的变化的时候 譬如说 正经冷也不败 通常每一年差不多三四月 国力三四月 他开始在当时的 这个 冬变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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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10月一直到 11月这个地方 这时 凉凉 要有漏水浸 冬变冬 这种情形 那么他会出现到这个 这个漏困 不过你这个 我客人认为这个 因为漏困 更下去 他会炒搭 你这好像红 照说这么红 应该要炒搭 但是你也没看到炒搭 所以这个很难去判断 它是这种 这个 那么 这种 漏困的一个情形 但是这是提起来 这有这个可能 那么我个人 个人的判断 我其实我觉得 那么这种有可能 你是不是为这个 这个 煞草剂 这个部分 稍来给他 注意到 这是不是和 煞草剂的 这个要害呢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一般来说 要稍微注意到 这个大概是这个情形 然后这个煞草剂 这个上海以外唯一 唯一有可能出现到 这种的一个情形 那么就剩下这个鹿菌病 所以你炒搭 并说他进情是不是 这个炒搭 还是刚才我给你说的 这种情形 你给他判断看看 因为 这个看起来 看起来 其实是比较 像煞草剂的 这个要害 就是说 有去 这个煞草剂 上到 这种的情形 在 那么一般 通常 如果是 在这个 额困 通常 他会一招一招 较不说 整大 所以你这要小心 是不是有这个炒油 上到 你如果确定说 有 有可能 有可能 叫炒油 币是怎样的 这个 退色 这种可能是炒油 去上到 这个是有机会的 如果是这样 你更快的 用这个 吊签 逆正通 这个 头一半的 五百倍 你把它掃掃 那么你在掃这种 如果这段 漏水比较重 你可以趁心 咬一点 漏均油 一般 如果是 不说改善 这 可以 咬一层 这些油 来应用 只要目前看起来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这个 撒草剂的 要害的 这个激励 挺高的 所以你这要 小心注意 给他做一个 这个判断 这个提供 让他做一个 好朋友 先做一个 参考 嗯